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信 今天要跟大家聊呢 就是怎样正确地让二胎融入我们的新家庭 那老生常谈的东西呢 我就不在这里多做赘述了 那今天就是传干货分享 如果你最近也在养二胎 或者是你要准备去养二胎呢 那就不妨听听看吧 首先呢,在你纠结要不要养二胎之前 请你把你的关注重点放在大猫的身上 充分地去了解大猫的行为 和性格还有它的习惯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简体 如果圆猪猫和二猫 它们的年龄差会在一岁以上呢 那这一点就尤为重要了 我们呢,需要了解圆猪猫 是不是能跟同类相处 以及它们相处起来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像我们嘛,作为海外物工人员 难免会两边跑一下 所以太子在小时候呢 就开始寄宿在各个叔叔阿姨家 然后同时他也有了机会 跟各个不同性格的猫子 然后来相处 观察下来呢 其实太子都没有出现 像哈气啊 或者是发动机 或者是有过激的行为这种举动 基本上都能和平相处 所以在养儿胎的时候 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 如果圆猪猫没有机会 跟其他的同类相处呢 那么也可以从 它小时候是否跟妈妈 或者是兄弟姐妹 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的 这种经历上面来去判断 如果是有的话呢 那基本上跟同类相处起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接下来在把二猫接回家之后 除非他已经做过体检 然后接种过疫苗 去完虫 那么我们可以让他跟大猫隔着笼子 简单的接触一下 否则的话呢 请你立即把他可离到另外一间房间 直到他去做完体检 然后接种过疫苗 去完虫 这样之后才能让他跟大猫去接触 以免他带有传染病 那在确保小猫的健康情况下呢 是不是要把他跟大猫隔离个十天半个月 这个完全取决于他们两个见面之后的状态是怎样的 个人建议呢 其实没有必要像大多数人所强调的那样 一定要隔离十天或者半个月 这么严格 像我们家两只猫当时的情况呢 就是他们见了面之后也比较的和谐 所以其实隔离了半天之后 就隔离期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需要给二猫准备一个单独的小毯子 小窝 还有一些他的用品 像是猫砂盆 然后水碗 石碗这样 猫砂盆的话呢 最好去准备三个 然后分别放在不同的空间 以备他们的不时之需 小猫的固定空间呢 跟大猫的固定空间 最好是分开 隔开一段的距离来去放置 然后这样小猫在自己的固定空间里面 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这个气味 那两只猫其实都需要一个磨合期和熟悉期 通常情况下呢 一见面就打起来的这种情况 其实也不是很常见 那他们其实都是隔得比较远来去观察对方 特别是大猫 小猫的话呢 就是其实他也不是很懂嘛 就也不是很知道 介绍两只猫认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通过气味 然后再通过视觉 那在让两只猫见面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把对方的用过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是用过的猫砂 或者是睡过的小毯子 拿给对方去闻 然后通过气味呢 让他们先了解一下对方 之后呢 你需要去创造条件 或者创造机会 来给他们了解对方的肢体语言 比如说 你可以在逗小猫玩的时候呢 让大猫在边上观察 然后在他看的这个过程中 他就会慢慢感到 小猫这个肢体语言是一个什么意思 不会对他的行为产生一些误解 反之同理 吃饭的时候呢 最好两只猫同时的去喂食 但是呢 需要隔开一定的距离 同时又需要让他们都能看到对方 这样他们就会知道 OK 对方不是过来跟我抢吃的的 千万不要上来 就让他们在一起吃饭 甚至用同一个碗吃饭 每一只猫都需要有自己的 专属空间和专属用品 我们尽量的去避免 他们用对方的东西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面的减少 他们的矛盾 还有一些冲突 这点呢 在他们不熟的时候 非常非常重要 等正式让你的二猫 猫跟圆猪猫接触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他们一起 喂一些零食 或者是 猫薄荷这样的东西 让他们产生一种 他们只要好好在一起呢 就会有好事情发生的 这种错觉 嘻嘻 那平时如果你给的猫子 吃了太多的零食呢 可能在这时候 这个方法就不是很适用了 毕竟物以细为贵嘛 如果有互相追逐 或者打打闹闹 像这样 猫没有飞机儿 哈气 弓背 炸毛 发动机 这些反应 我们就不要去管 你呢 就在旁边安安静静的吃瓜 看戏就可以了 否则呢 他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会比较的差 因为他们的行为被你打断了 然后他们的记忆点 也停留在这里 等他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又想起来 哦 上次好像还在打架 然后这个并没有翻篇 况且呢 猫呢 其实都要征个地位高低的 只要你能保证 你们家里有像猫树猫滑架 这样他能垂直上下 然后用来躲避的地方 就可以了 如果不幸出现了像这样 很严重 很凶的斗殴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需要 把两只猫分开 当然不要上手 哦 有可能会被误伤 你可以丢一个抱枕过去 或者是吓他们一跳 然后趁他们在下袋的时候呢 把他们捉到 不同的房间里面去 然后你需要找出 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他们太无聊了 或者是因为他们在争抢什么东西 或者是他们对对方的行为有误解 又或者是受到了惊吓 什么之类的这种原因 那知道原因之后呢 我们就对症下药 如果是行为误解 这类的原因造成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 再重新做一遍 像他们刚开始 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那种循序渐进的 这个接触过程 让他们有时间 有距离 然后多观察 对方的行为习惯 从而慢慢熟悉和了解对方 那基督心比较强的援助猫呢 我们需要多给它一些关注 然后多给它一些抚慰 同时呢 你也可以采取临时联想法 来使它慢慢的接受耳猫 最后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要过分的期待 它们会变成天天黏在一起 睡在一起的好伙伴 除非呢 你是养两只猫 然后它们一起长大 或者是它们是兄弟姐妹的 这种关系 否则你需要有心理准备 它们相处不来的 这种情况的发生吧 毕竟呢 它们也只是一个室友的关系 并不是亲人 另外一方面呢 你也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它们相处得超级超级好 然后都不理你了 嘻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能够对计划养二胎的 小伙伴们有一些帮助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议呢 或者是有什么疑问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OK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